剧情太虐哭了三次 好像有几度是 善然泪下 直子人心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每一场都很虐 因为我是被虐的那种 我是负责虐他 虐他 虐他 宫女和阿哥的初恋 不虐才怪啊 接下来呢 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想问一下于正老师 因为有工作人员跟于正老师 一起看了这个内部的电影 然后据说您在这个 看这个内部场的时候 好像有几度是 善然泪下 对的 哪几个桥段是特别打动你 因为原来看影片的时候 是没有音乐啊 没有什么的嘛 其实自己写的东西 基本上也知道在哪个位置 当然我觉得我们那金佩达老师的音乐 实在太了不起了 他总是能够勾动我 很多很多的东西 包括我觉得他们姐妹分裂啊 包括后来那个 东宇走贪火的那场戏啊 包括后面那个 丽颖死的那场戏啊 我都觉得挺让我感动的 因为那个音乐 它有一种 很直直直直直直人心的那种感觉 就我觉得忽然之间 我在看的时候 回到了我写作的一个状态 挺心酸的 所以当时你就哭了 对对对 我们看过这个 视频会的很多人都觉得说 这个剧太虐了 有很多这个 你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它还有新的一轮故事又出现 然后你就觉得又差不多了 又有新的一轮故事又出现 所以当我们看了很虐 你们演的人呢 你们用哪场戏觉得实在太虐了 然后中间就是一度 压力太大都快演不下去 有吗 所以我每一场都很虐 因为我是被虐的那种 所以每一场戏都就是那种 很痛苦 有没有哪场戏 是你一直在NG 一直过不去 你就觉得 是刚刚开机的那几天 因为安子导演 要的表演方式 可能是比较偏外话 然后就是跟我之前 的表演方式不太一样 而且我之前参演的 片子也不多 所以要接触一个新的表演方式 可能我也是一个 比较固执纠结的人 但后来还是适应了导演 然后我觉得出来以后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陈晓呢 有没有哪场戏 你觉得特别虐 你自己演的时候 都觉得特别虐 没有 都还好 你都还好 都还好 他欢乐得多 欢乐得多一些 负责这个很 初恋这部分 快乐得多一些 Lin呢 我是负责 虐待 虐待 其实我也心里蛮纠结 因为基本上 大部分的戏 都是一出来 就直接是虐待 要需要很 很亢奋的一个情绪 所以就是我 每次都要酝酿 这样一个情绪 直接就上来 就是这种 所以也蛮 蛮虐的 我觉得 对你来说 虐待的别人 同时也被虐 自己也被虐 但其实这个 因为这个角色 我们确实知道 就是一个 还比较 比较伶俐的一个人 比较厉害的一个人 但对于你来说 因为你私底下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演这种角色的时候 应该心里 还是觉得挺爽的 反正可以 尝试一些 我平时不会做的事情 对 挺爽的 演坏人确实挺爽的 不用受那么多苦 对吧 对 对 对